我们在一起快一年了 最开始我觉得她文质彬彬的 性格也挺好 交往一段时间之后想和她结婚 但每次我提出结婚的想法 她总是回避我 而且现在脾气越来越大 经常抽烟喝酒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们两个现在工作都不太稳定 经济压力也大 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结婚 对双方都不太好 她你却一点不理解 还一直在逼我 我你想得也很烦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坐下来 好好聊聊 她总是躲着我 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就希望她能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 能处就好好处 不能处就好就好算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王先生47岁来自山东个体 雷女士48岁来自山东销售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交往一年多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这就想结婚了 是 那么急啊 第一次跟她提到结婚什么时候 是这样的 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吧 是在正月里 觉得她人不错 戴着眼镜 人家彬彬的 笑眯眯的 觉得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跟她正式交往了 去年国庆节的时候吧 我觉得我们年龄也挺大了 就接着过节 我就做了一桌的菜 但是我们在喝酒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结婚的事情啊 给她提出来了 没想到呢 她立马就变脸了 当时就说 时机不成熟 说以后再说 我呢很伤心 所以说想来说道说道 我老是想给她好好谈一谈 她老是躲着我 她躲着你啊 因为啥躲着人家啊 因为你们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上半年 解除的时候还挺好 到了下半年呢 发生了很多事情吧 我同我朋友介绍 锁了一些偷死 可是到了下半年呢 血本不为 对我的精神和我的压力很大 所以说呢 有时候她给我提这个问题 说明我也有点犹豫不决 那就说嘛 也就是说我经济条件不好了嘛 觉得经济压力大嘛 对 那就慢慢处着呗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没跟我说她投资的时间 她投资什么我也不知道 当时她光是描绘我们 美好的未来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 我呢觉得她这样说 不是不结婚的理由 我觉得她现在 今次越来越不在我身上了 我今儿也不让我看 您觉得这是借口是吧 而且现在和原来 叛入两人 脾气越来越大 我怀疑她外面有别人了 有吗 没有 没有为什么对人家脾气越来越大 没有为什么不让人看手机 所以做什么呢 投资失败了以后 压力大一些 到下半年呢 她一直追我结婚 说这一话 为了对她负责吧 也是为了司机的幸福吧 有事我想呢 可能还需要静下醒来啊 慢慢地去沟通 那你打电话 背着我 在阳台上打二十多分钟 不让我看手机 我问你是跟谁说话呀 你也不说 你光说我不懂 能不让人怀疑吗 这个事呢 做什么呀 我们做文庆这一块 接着一个要违货 忙活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都是团队去运作 牵扯的设备啊 人缘比较短一些 打的电话比较长一些 谈议不是多么了解 有时候啊就这样 有点一声一吻 就怀疑我 其实没有这事也是 您都为什么怀疑啊 背着您打电话算是怀疑 还有怀疑过什么呀 就去年 是1月11号的时候 发生那件事 让我很生气 啥事 那一天吧 我们共同之间的朋友 小李儿 给我发微信说 你跟老王分手了吗 我说没有啊 我想奇怪 为什么你这样说呢 他说你看看 他刚发了朋友圈里 他去参加相亲会去了 而且我都看不到 然后我一看发现 他把我屏蔽了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上年11月11号 是我们有一个老乡 他所制的一个什么呀 单神相亲会这么一个活动 我做文庆这一块 他学业设备录像影像 我什么呀所制的自己 我也参与这个活动了 还找了一些 单神朋友 有逼多的人 在今天 你搞这么一个活动 您是组织者 对 不是参与相亲的 对 这事不是说清楚 不就完了吗 那你为什么屏蔽人家呢 他啊 公司也挺忙 有时候啊 我一些事情 跟他说了以后啊 他可能是啊 也不知道 多么了解 所以我们跟他沟通的 可能也差一些 不是 这不需要沟通啊 你正常我要组织 一相亲会 我就组织呗 你告诉我 还有照片 是怎么回事 啥照片 他就是相亲会上 和人家照的 是一个女的 满着她的胳膊 相亲成功了 站在舞台上 小李把那个截图 发给我了 我很生气 对 就是那个 那个女的我也认识 对她有好感 也喜欢她 你怎么不拒绝人家呢 你怎么不说 你有女朋友了呢 你不是说你是组织者 怎么你也想起来啊 不是 这个事情也是个 妥然的事情 我们这个 先行会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五个私职者 都需要上台 跟人拯救 然后他上去以后 说给我何掌营 哎 我这行啊 何掌营就拍个照吧 其实也我不知道谁配的 就发朋友圈了 这叫解释 你信吗 我现在问问 你喜欢她吗 因为当时那种场合 喜不喜欢 不喜欢 我们现在已经不联系了 这都是少年的事 你拒绝她了吗 所有拒绝她的 现在都不联系了 你指的拒绝是什么 那为什么在担心群里 你还冒充担心 还不退群呢 说正话 我们所本庆在一块 有什么设备群 还有这个乡亲交友群 我的群也是一个群官 所以说我们为了 自己的业务吧 也是没介绍 可护的运动渠道 如果你这样说 我还能理解一些 但是你有好多事 也瞒着我 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不喜欢她抽烟喝酒 为了身体健康嘛 她也挺听话的 当着我的妙也不抽烟 喝酒也很少应酬 现在她抽烟守着我 然后喝酒就别不告诉我 有一次最严重的就是 她说跟她朋友去聚会 是谈事情去 到了饭点了还不回来 我就做好饭了 所以我就给她打电话 打电话她说 她和朋友在一起喝酒呢 我说你找回来吧 我在家等着你 到了十二点多了还不回来 我再给她打电话 她就有点不耐烦 快一点了还不来 我又给她打电话 响了好几声再打 关机了 一晚上都没回来 第二天早上 回来以后什么也不说 就自己睡觉去了 这种事经常发生 我们就为这事经常吵架 你干嘛去了 因为感觉我们这个患者呢 说的一话免不了 喝酒的场合比较多 不是 您是卖酒的 不是 做魂清这一块 您是试酒的 对 我们冰情这个 回离指线 也有使用者一说 行吧 就算有这么个喝酒的工作 那啥工作 要喝一夜酒呢 谁做什么呢 压力也大吧 她经常 打电话 我也有点饭 朋友坐在一会儿呢 要抽烟 要喝酒的 您就直接跟她说 不就完了吗 她当时答应得很好 人家不是跟您说了吗 说烦您了吗 她喝酒的时候烦我 她不喝酒的时候 我是挺好的人 行 可是她经常喝酒啊 现在经常喝酒 经常出去 原来的时候吧 每天都能见面 现在三四天 见不上一面 有时候一个星期 老是推脱着忙 工作忙 说的一话 劫退的一年多 她这个说话比较虚导 天天有时候 逼我去 带着一个程度去结婚 可是我现在呢 可是还给不了 她这个结婚的年多 就是你很烦 她天天逼你结婚 是吧 你没法承诺 我再问一件事啊 现在孩子 你们应该都曾经有过婚姻吧 我没有 她结过 我是曾经有过失败的婚姻 年轻吧 不珍惜 现在呢 认识她了 我觉得 好好珍惜 您一直没结过婚 对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要个说法 对不对 对 我就是想 如果我们能好好处下去呢 我们就好好交流 你别躲避着我 有什么说什么 如果不行呢 那我们就好聚好散 行 还想跟人处吗 还想 我怎么觉得你不想啊 中国生命这段时间 可能我压力大一些啊 不是吧 还是没有通过这个世界上的腿移 慢慢地去好转吧 好转啥呀 一个经济 一个是精神压力 行 我这个时候倒想听听 这个大姐的优点是什么了 在你心里她有什么优点 她的优点呢 所以一个女人的话 她必要 懂事一下 这个懂事的含义是什么呀 第一个什么呢 因为甲长力短 考虑得比较轴导 所以什么呢 对我呢 可能始无举习啊 考虑得也比较习致一些 照顾的好 是吧 对 能考虑的 听明白了 再问你一句 为什么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因为我们一开始认识之后 她也给我描绘了我们未来 你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让我们有一个温馨的家 您跟我们描绘一下 我原来曾经受过伤害 她呢 也挺关心我 脾气也挺好 主要是 那时候吧 就是说以后我们每年都出去旅游去 然后呢 相伴到老 我作为女人吧 这是给我的最好的承诺 就在您这个离异之后 还谈过恋爱吗 还是就谈了这一个 没有 好 离异多少年以后认识了她呀 有四年了吧 着急结婚是为什么呀 我是想我们年龄也不小了 再一个呢 我觉得她挺适合我的 她哪几年适合您呢 她是除了就是下半年变化挺大 刚开始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一直抱着那个梦想 也就是说您现在想嫁的是 刚开始认识的那个人 是吧 是 并不是下半年呈现在你面前那个 抽烟喝酒不回家 干什么去了也不跟您交流 对我说 是这意思吗 对 行了 事就是这么一个事了 相处不到一年的一对中年人 女方期许着一段美丽的婚姻 男方现在似乎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女生想要一个说法 好则何之 不好则好散之 是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雷女士 王医生不会跟您结婚的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都享受着自己这样的单身状态 王医生我们看 形象上加 而且一直活跃在各种群里面 我相信只要他愿意 他身边应该不乏异性伴侣 但是他都没有结婚 他根本就不想结婚 这个对象无论是您 还是不是您 而您也知道他这样的状态 他有各种各样的 在您看来的借口 可是您依然想要个结果 是因为说最开始的时候 你承诺我了怎么怎么样 我要告诉您的石雷女士 所有的追求过程当中 或者是热恋过程当中的承诺 都只能打一折听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忘掉那些你们曾经的风花雪月 看清眼前这半年你们相处的现实 你所有的关心 他觉得是续导 在开始你是一个懂事的女人 他愿意和你在一起 但是现在您所有的做法 在他看来 都已经变得不那么懂事了 发那条朋友圈 我暂且不论 他是真的去相亲了 还是组织者 因为我们无从判断 但是从他发朋友圈的状态 屏蔽你 然后你的朋友 又给你打电话来讲 说明朋友们看到 这条朋友圈的时候 感受到的 其实是他在 宣示自己的单身状态 对于一性挽着 自己的胳膊非常的泰然 没有你的存在 夜不归宿 没有合理的解释 没有你的存在 所以我不知道 您今天是来要什么的 其实今天反而要做选择的是您 就是他在不给你一个婚姻状态的时候 你是愿意和他继续交往 还是和他分手 刚才他说的那句话是真心的 就是还想处吗 想 前提条件是 在你不逼婚的情况下 他愿意有一个懂事的 异性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仅此而已 我希望您能听明白 祝福每一位 谢谢 大姐 你说他需不需要你 我觉得他需要你 但他并不想把一切都交给你 就说白了 一个人如果真的要和另一个人结婚 在投资啊 像这些事情上面 怎么会 不是两个人商量着办 像借款啊这样的事情 怎么会不是两个人商量着办 未来的事业的规划 怎么不是两个人商量着办 要去组织什么相亲啊 什么事啊 怎么会 你就会不知道呢 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需要你去照顾 他生活的另一部分 不希望你涉足 那你刚才一再提起说 你追我的时候 给我描绘的生活 是那么好 那么好 为了追求描绘蓝图 这个承诺是很轻易许下的 但是他又没有勇气去承认 我不愿意遵守这个诺言 他没勇气去承认这个 你知道吗 大姐 如果你认为结婚重要 就找一个能结婚的 求人得人嘛 不就是那么简单吗 快五十岁了 还活成二十岁时候 对爱情的天真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问题 就这样 雷女士呢 就是太主动 用力过猛 但其实自己内心 非常清楚答案 你过早地让她感受到了 婚姻生活的一种 对她的束缚 她享受着 婚姻生活带给她的福利 又拒绝婚姻生活 对她的加固 所以呢 就导致她 对你的一次一次的逼婚 一而再再而三逃走 其实你内心非常清楚 她根本不会娶你 但是你就是不甘心 意思就是 我都已经提前让你感受到 这么多的温暖了 你为什么还不跟我 不入婚姻呢 但你不知道的是 你在给她温暖的同时 你给了她那么多的 唠叨和叙叨 她没有自由了 然后 王先生会夸您说 说您懂事 说您是生活的好帮手 他的生活离不开您的照顾 这么一夸 您就觉得 好像跟我结婚 又有了希望 于是又欺而不舍地开始 心一轮的轰炸 男人经常用懂事 来夸女人 其实 这是一种禁锢 你都这么懂事了 所以你要照料 我的生活起居啊 因为你懂事 所以你要孝顺我的父母啊 因为你懂事 所以你要对我在外面 斟花惹草 熟视无睹啊 所以我不能被 几句夸赞夸奖 说你看 我懂事就自居为 我是一个懂事的女人了 所以您心里面 非常清楚的那个答案 您要坚信 你心里非常清楚 他不会去你 那就不会 对于男士 王先生我想说的 就只有一点 就我们 没到达那个阶段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可以 我们明确自己的态度 不要摸棱两可 因为这样伤人又伤己 好吗 好 谢谢二位 大姐啊 你有没有问过她 为什么这么多年不结婚呢 当时她跟我说的是因为 是别人的原因 她没有说是她的原因 那你自己想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吗 当时曾经也想过 我觉得她这么多年来 也挺不容易的 没有遇到我应该 更好地对她 你认为你就是那个终结者是吗 你认为她这么多年来 一直等待的就是你 是吗 那你现在交往了一年之后 你还认为你是她那个 等了几十年的女人吗 现在很伤心很失望 很失望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她不是这样的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在外面流连往返了几十年的男人 你凭什么把她带回家 我觉得用我的真情 凭你的真诚 能挽回她 好吧 你呢 空有一番真诚 但实际上别人并不把你的真诚当回事 咱们尊重自己好不好 咱们能不能给自己一点面子 我非常理解你心里想 大夫眼镜文质彬彬 谈起事情来谈笑风生 而且有一定的朋友圈 但是你要想 你凭什么能够把她带回家 你无以为凭 那就算了 大哥 咱们能不能不因为别人老是 单纯 我们就一味着拖着不给答案 能不能不这样 咱们就实话实说 其实一个人自由也一样 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 因为这是你人生的选择 但是我也尊重别人的真诚 对不对 就这样 我觉得一个人 憧憬美好爱情 哪个年龄都不为过 而且都应该有这样的憧憬 但是 即使是憧憬美好的爱情 你也得看清楚 这段美好爱情的那个对象是谁 人家是不是跟你共复美好的年龄 是不是心里都有了 真相其实早有了 所以两位 各自安好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宫堂 真情六十秒 我曾经举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那时候年轻不知道珍惜对方 现在年龄大了 认识了你 我想好好的珍惜 我也想我们有一个相互的依靠 就像你说的那样 我们有个家 我们能相伴到老 但是 你现在不想跟我结婚 我是被那结婚的目的而来的 我是要有个结果 来 请亮灯 我们男女嘉宾一起打开 君乐宝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来 来 来 把这记忆收一下 看看是什么 这个您在里面放的什么记忆啊 我给她放的是银行卡 银行吗呢 我让她说的银行话也 应该明白 我现在给不了她一个 结婚的一个 明白 就我可以把什么都给你 但是对不起 我给不了你婚姻 那个 您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给她的齐皮糟 去年的时候她生日礼物 但是因为那天 她躲着我 没有和我一块过生日 生日都没送过去 没送过去 借今天的机会吧 我送给她 不管以后结果怎样 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义了 留着我这 行吧 谢谢两位啊 谢谢你们分享 你们曾经的记忆 来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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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回去好好想想老师们的话 梳理一下生活好吗 谢谢你 请回 好了 祝他们各自安好